DACD的中华名吃系列 米线顾名思义是由大米磨成粉做成的粉丝 过桥米线是云南的特色小吃 关于米线的由来流传着这样一段民间故事 有一位书生为了进京赶考 在胡兴廷发粪读书 每天中午他的妻子都从家里带上热饭送给丈夫吃 但由于路途遥远 饭菜到了胡兴廷就凉了 有一天妻子爆了一锅鸡汤给丈夫送去 打开盖子 鸡汤居然还是滚烫的 原来汤表面的那层鸡油起到了很好的保温效果 妻子因此产生了灵感 下次送饭的时候就将一些米线 蔬菜 肉片放到汤里 丈夫吃到滚烫的米线 喝着热热的鸡汤 特别满足 至于过桥米线为什么叫过桥 有人说是因为妻子每次去送饭 都要经过一座小桥 包含着夫妻感情的过桥米线 我会宝贝